同步来聚焦目前财智平本人又是怎么说呢 好他接受了电榜 他说人目前不在大陆 同时否认情会大喊冤枉 强调会先回到台湾 我们立刻连线林佳妍告诉大家 佳妍请说 好主播一些各位观众 法务部稍早证实了 他其实呢包括了财智平 已经呢遭到大陆官方的一个限制出境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他自己怎么说 现在我现在人不在大陆 我因为就是前一阵的事情很忙很累 所以我就出来善行 顺便我谈一下电影的一些发行 跟一些制作的事情 所以我就去了很多的地方 我现在正在海外 我目前一直也正在了解跟查证 我没有收到任何中国官方的消息跟讯息 好你可以听到呢 他表示说针对呢 遭到了限制出境 他认为说他自己并不是很知情 不过呢根据法务部所了解呢 那未来哦这项措施 代表说财智平如果要入境大陆的话 相关的海关啊 等边境的管理机关 就会通知公安部门 而且将他留置或者是逮捕 但是呢针对他事案内容 他不得而知 不过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财智平传出有这样子的消息 其实是在大陆的网站的新闻当中呢 有相关的处理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向他来进行求证 他表示说自己在新马处理 电影的发行 那经纪公司也表示说 其实不知道状况 那其实呢到刚刚的时候 法务部呢才发出了一个 最新的一个调查说 证实的确呢 是有遭到大陆官方的一个出境管理哦 那可以看到呢 财智平面对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是想强调说 自己并不是知道 那任何呢有最新的消息 也会随时带你来掌握 好非常感谢嘉远 目前财智平本人表示说 人并不在大陆 也不知道遭到禁管